蛋炒饭是先炒鸡还是先炒蛋 30秒教会你 粒粒分明超好吃 隔夜就米饭加蛋黄抓拌均匀 油热加蛋清炒碎 加米饭炒至粒粒分明 加胡萝卜轻豆一米粒 有钱的加虾仁 没钱的加火腿肠 再来两勺咖喱炒饭酱 别的什么都不用加 浓浓咖喱香全家都爱吃 推荐你们个新吃法 配上生菜一卷 阿乌一口比烤肉还香 做锅天到底用面水还是便粉水 都不对 30秒教会你 个个酥脆带冰花 先来拌馅 猪瘦肉 虾仁碎 鸡蛋碎 加盐 白胡椒粉 蚝油 姜粉 一点红烧酱油 少许生抽 香油 大葱碎 搅和匀就是好吃的猪肉三鲜馅 干成的饺子皮擀成椭圆形 像视频这样给它捏起来 锅天封口可以锁住汤汁 吃起来更香 锅底刷点油 放上锅天 开中火煎到底下金黄 趁热倒上面水 盖小火 焖到水分收干 撒上香葱 个个带着冰花脆底 比买的还香 一咬一口汁 感兴趣的快试试吧 年糕 枣糕 梁糕 通通离不开红枣 年这个季节正是新枣上市 我都会多囤一点 新疆独特的地理位置 造就了这样优质的红枣 一袋一斤装 更好保存 不用担心 买多了会坏 无泥无沙 特别干净 个个溜圆 为啥选这种枣呢 因为呀 它皮薄 肉厚 糊 特别小 甜度特别高 熬粥以后呢 是糯糯的 也没有虫卵 可以放心吃 女性朋友 每天可以吃几颗红枣 用处呢 也很多 碰上这么好品质的 也多囤一些吧